阿丁和小月有团队吗 大家都好奇 阿丁和小月到底有没有团队呢 阿丁正面回复了 阿丁说我们没有团队 就是四个小伙伴 他们来到石村拍视频已经两年了 每一天都非常的努力拍出更好的作品 除此之外 阿丁还坦诚不公的告诉大家 其实石村呢 也并不是他的老家 只是他的姐姐是嫁到这个村的 他和小月住的房子呢 就是姐姐家的房子 目前他和姐姐也在弄民宿 但是因为是自己动手 亲力亲为 所以装修也比较慢 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好 阿丁说弄好以后 欢迎大家到石村来找他玩 阿丁在他的账号里 还分享了他们拍视频的日常 他们顶着劣志拍摄 阿丁干完活汗流浃背 在拍摄完回家的路上 阿丁不小心把车骑进了沟里 翻车了 刚摘的西瓜散落一地 大家都吓坏了 幸好呀人没事 小月呢比较乐观 捡起西瓜还笑得美心没肺 阿丁说 虽然每天拍摄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开心呀 虽然小月和阿丁很多视频都是剧情 比如借车的那个视频 就是通过翻车来的灵感 但是呢 小月和阿丁却是真感情 自从小月 2016年暑假 高中毕业以后 在奶茶店打工 认识了阿丁 两个人的感情就经历了很多考验 阿丁是农村的 没有上大学早早出来打工 而小月是城市姑娘 暑假过完就要到外地上大学 读医学专业了 两个人刚刚在一起就要分开 四年漫长的异地恋有多艰辛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 多少个夜晚 因为太过思念对方 小月和阿丁都默默的红了眼眶 阿丁和小月都是一有时间 就彼此过来探望对方 不知不觉这四年来 他们竟然攒下来回返程的车票 过四百张了 厚厚的一大册子 这四百张车票 见证着两个人的爱情 毕业后小月去医院实习 阿丁就在厂里上班 两个人租了一间小房子 置办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就成了他们第一个家 后来小月的父母 知道女儿的恋情 表示强烈反对 阿丁接到小月爸爸的电话之后 默默收拾了东西 不得已离开 小月也回到了父母身边 有一句诗词叫 一待见宽中不悔 未一消的人憔悴 小月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思念的折磨 不顾父母的反对 义无反顾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小城市 和阿丁一起来到山村生活 后来他们接触到短视频 于是和另外一对夫妻朋友 一起拍摄短视频创业 拍自己的生活 拍自己的故事 因为真情实感感动了武术网友 大家有没有被小月和阿丁的故事感动呢 如果你是小月 你会义无反顾的 跟阿丁回到农村生活吗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